据央视6月24日报道 解放军东部战区第71集团军出动火箭炮沿海电沙目标 央视配文信息量大 PHR-203是远程火箭炮开火 文准很密集开火 精准命中敌窝点 瞬间黑炎冲天地动山摇 以武器被炸等708岁 120万人民币是一枚PHR-203远程火箭炮弹的价格 相当于一辆奔驰S-450L 它的最大射程达150公里 精度可以达到令人咄舌的10米级 这相当于狙击枪的水平了 一个营一次骑射就能摧毁一方一座城镇 近日东部战区演习频繁 日前第72集团军牟旅一年一度的夏季大海逊正式展开 这次海逊采取先引后难 先轻装游泳后全副武装球度 全潮时全天候全员额展开 在雄壮的歌声中 数千官兵整齐列阵 夏日的海滩惊奇招战歌声阵天 武装球度训练 官兵们身着迷彩服和全部战斗装具 还要携带近20斤重的武器装备 东部战区战士刘安盟表示 武装球度是一项作战技能 在全副武装的状态下会影响挖勇的动作 此外东部战区第72集团军牟旅 进行了一场工程战斗演习 演练刚一打向 红方侦察分队就利用无人机 实施内体精准侦察 随后红方使用便携式无人机 无人车对敌侦察渗透 识别危险目标 协同火力对蓝风碉堡精准打击 这一系列演习锤炼了我军敢打必胜的钢铁本力